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今天的焦点先来关注的是 首批的BNT疫苗最快在9月1号 也就是明天能够抵达台湾 陈时中虽然不证实确切的时间 但表示这批疫苗对台湾意义重大 它将会亲自接机 并且先提供12到17岁施打 另外有部分给18到22岁接种 目前国内就差年轻人的疫苗 涵盖率有待冲高 指挥中心也力拼 经苏开放年轻人接种 开放18岁到22岁 18岁到22岁对象 相关年纪的在这次里面 达到可能性是很高了 大学生终于判到 不再是疫苗孤儿 仅200万剂分两批到货 除了12到17岁学生造册优先打 再加开18到22岁年轻人 开放意愿登记结续 这两个对象就是会让 满足18到22岁的 所以谁先谁后大概没有特别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12岁到17岁基本上会从 比较高年级的往比较低年级的去打 接种计划出炉 只不过轮次还不确定 18到22岁优先对象 也有100万元符合资格 部长说一定够 只有会再从第一类医师人员往下长有有序施打 而BNT也传出9月1号就会到 能证实吗 这一批货来 对台湾来讲也是意义重大 所以我是一定会去 但时间就要到 飞机要到了我才要去 绕好多个湾不证实缺切时间 但据了解这批货是由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中庭亚赛拜然八库 预计9月1号晚上9点半到 那他讲的那个时间是很接近的 那货量大概就是90几万 BNT全民接种意愿高 郭董先秦也说 以洽谈3000万剂 全时中吐槽 不过是觉得量稍微多了一点 量稍微多了一点 因为我们才2350万人口 说这些都是未雨绸缪 眼下还是先看手中掌握疫苗 台湾自购AZ59.5万剂 31号下午3点16分抵台 让我国疫苗水位再上升 第七轮疫苗预约接种 总计80.6万元完成预约 9月3号开打 但未立疫苗有效利用 再开23到28岁接种3号登记 向加选BNT者未完成预约 下午4点开放 预约过的则要到11号才可加选 学校开学多少 是在我们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缺口 先把它补起来 随着BNT到货开打 国内疫苗从12岁以上 年龄层全涵盖 国人防护再升级 TVB新闻综合报道 是的 此季基金会副执行长何日生 说得更仔细 第一批BNT疫苗 会在明天晚上抵台 货量大约就是90万剂 而传出这批BNT疫苗 将由卢森保货运航空载运 而预计就是在晚间9点半 抵达桃源机场 五股证明确诊者疑似被朋友传染 新北市府表示还在疫调中 另一名中和个案 则是8月30号到医院纠诊时 裁检确诊 CT值高一位就案 根据确诊者足迹 案16102 27号在山重吃过千叶火锅 16104在28号和29号 去过中和全联和永和的 左手村餐厅 台北市新真的确诊个案 则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 而台北市卫生局也在31号 进一步公布 日前案16095和160782 新北市确诊者在台北市的足迹 这个案16095的足迹呢 他去过士林去过板桥之外 他还搭乘松山信电线到台北小巨蛋站 不过其实他最密集活动的地方呢 是从捷运的江子翠站到西门站 而他来到西门町之后呢 是先来到了万年商业大楼 也去逛过书店 最后呢 是到了成品生活武昌馆 商店数相当多的万年商业大楼 早在足迹对外公布前进行清销 昨天就休管一天啊 就大楼通知就是整管消毒 赶紧消毒30号公布的案16095 与29号的案16078 足迹遍布捷运五站 其中案16078更是爆出三峡家庭 群聚一人传九人的长女 目前北捷也表示已完成清销 防堵疫情扩散 接下来是新闻于姓汉严培于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这个案16087 从美国返台一个月后确诊 被列为是台北市的本土个案 国民党议员就质疑 陈时中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因为之前高雄也有一个个案情况相同 而且还在高雄住了长达三个月才确诊 却被列为是境外移入个案 难道是遇到陈其迈就转弯呢 不过陈时中说是防疫医师改判 自己没有双标 为自己大声喊冤 谁愿意有本土个案 因为美国反台者案16087 被列为台北市本土确诊 来因把北高个案比一比 批评陈时中是双重标准 他是在高雄 他也是从国外回台 住了三个月 竟然陈时中用作弊的方式 来帮他列境外 条件类似结果却大不同 因为16087 7月23号返台 两次筛检都阴性 8月28回美国前 裁检确诊 CT值36 列入本土个案 而高雄的15999 5月17从印度回台 两次PCR也阴性 直到8月17 要回印度裁检才阳性 却被判定是境外感染 难道是在替高雄市长 陈其迈做防疫成绩吗 高雄现在变成 另外一个天龙国了吗 陈时中保护之下的天龙国 陈时中遇到绿色执政 就法夹湾 应该说南部那例 印度境外移入的病例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发病 是可以来做这个依据 那台北的这一案 因为这个症状是出现在 他这个解除隔离之后 说明两者状况不一样 但指挥中心也预留缓冲空间 持续观察16087的 CT值发展跟抗体 在研判是否继续归类为本土 只是陈时中对这项质疑 似乎很在意 在做补充 第一眼看过去 我们那时候也是 当作是境外移入 后来防疫师坚硬 8月16号 那是有症状 个案判定不是自己说了算 陈时中搬出科学证据 拒绝被贴 预见绿营 就转弯的标签 TVBS新闻 朱光宏 丽萍 吴轩彤 台北报道 再来看美丽岛电子报 做最新民调说 蔡总统的支持度 有止跌回升的情况 不过反观 国民党的反感度 则是飙升到了59.3% 尤其年轻人的反感度最高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就分析了 是因为国民党的在野 监督不到位 疫情的政治红利 才会被柯文哲抢光 疫情期间 国民党几乎每天都会召开 记者会 炮轰蔡政府 你是在当行销吗 当这家高档公司的行销吗 无奈这些民调攻击 民众不买单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蔡总统支持度回升 而民进党好感度 也有47.8% 相较之前上升了6.5% 反观 国民党好感度 只有29.2% 反感度来到了59.3% 完全没有疫情政治红利 反被边缘化 柯文哲会说民众党 他们所收获的这个疫情红利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是最多的 那国民党就会被认为 就是说可能在很多的监督上面 力道似乎是不够的 尤其年轻人对国民党更反感 20到29岁反感度有68% 30到39岁反感度有61.9% 能够代表国民党的人 是比较老旧 成就 不知变通 比较僵固 甚至在这个社群时代 很难透过网路跟网友沟通的 尽管国民党也打出几波议题攻势 但显然效益不高 因为在疫情严峻时 蔡政府民调低落 其他单位民调 民进党认同28.2% 下降15% 但国民党也下降2.8% 蓝营完全没有因为绿营失分 而减到分数 下面几个月当中都可以预期会有疫苗的到来 所以我想民众是非常的健忘的 当大家有疫苗可以打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就会对执政党所谓的坏感会比较降低 蓝营解读疫苗到货对于执政党有加分 不过关键在于国民党分数不增反减 如此一来 国民党的2022恐怕有危机 TVB的新闻程序流产为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已经开始为明年的选举人士布局了 不仅在挖蓝营人马出任台北市市场公司的董事长 也传出他点名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转战南投县长 要推蓝白盒 柯文哲的动作积极 已经让国民党内部很焦虑 到目前并没有相关参选的一个规划 否认要备战明年选举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宣传事件的同时 传出柯文哲属意他选南投县长 未来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 中张头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一些接触 所以多少能够帮一点忙这样子 曾任台中市副市长原本传出蔡炳坤有意挑战台中 碍于跟胡志强及卢秀燕的交情作罢 不过蔡炳坤在南投住了35年 家族在当地有名望 柯文哲想借他来推蓝白盒 一方面在挖角蓝营人马 找前新北市果菜公司董事长廖荣卿出任台北续产董作 这个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一开始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是专业导向 你们不要老是想说 这是你们的选举布局的 这是冲起来 所以好这个坏人都要了解好人会做好事 都以为好人要做 都想说男人在冲起来 那会阴谋 撇青蛙蓝营墙角 廖荣卿过去受前台北县长周洗伟提拔 朱立伦市长任内他是农业局长 侯友宜时期则是担任果菜公司董事长 蓝营色彩浓厚 柯文哲的人事布局一波波都锁定蓝军 已经让国民党大为紧张 要选主席的朱立伦在喊话 不要担心 那好人才各界使用都没有问题 但最重要国民党要强 其他政党的挖角呢 或者是涉及呢 政治版图的移动呢 那都是过度的联想 柯文哲的积极动作成为国民党内部隐忧 只能先稳住军心 TVBS新闻 朱光宏丽萍台北报道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美丽岛电子报 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 说蔡英文总统的信任度已经比上个月回升了 那这是不是代表蔡政府已经度过这次的疫情危机了呢 详细内容再交给记者刘采薇 蔡政府现在的民调似乎是有止跌回升的趋势 这代表疫情危机完全解除了吗 我们就来看到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最新民调 总统蔡英文的信任度是有往上升的趋势 来到了55.1% 而她的不信任度呢 也是有下降来到了41.3% 那么格魁苏珊昌同样呢 她的信任度是上升的 不信任度是下降 再苏两个人的支持度翻弹 代表执政危机完全解除了吗 绿云人士就分析 这跟高端疫苗反而有比较大的关系 因为这份民调是在8月25号做的 很巧的是在8月13号的时候 总统去打了高端疫苗 所以绿云人士就认为 跟高端疫苗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反而有比较大的正关系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民调 国民党主席张启臣就痛拼 这是有800多条 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命换来的 现在蔡政府应该回答大家的是 第二剂疫苗在哪边 年轻族群疫苗在哪边 不过呢 现在兰英人士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现在蔡总统她的民调会这么高 就是因为BNT终于来到台湾了 但是BNT是民间努力所得来的疫苗 跟蔡政府完全没有关系 绿云高层就驳斥了这样子的分析 说这个蔡英文的民调 是跟BNT完全无关的 不过从这一份民调当中 其实国民党议员许晓鑫也看到了一个点 那就是国民党的反感度还是很高 所以她认为如果这个反感度没有及时压下来的话 对于2022国民党的县市首长选举 恐怕会有非常大的伤害 行政院长苏贞昌又被说好大的官位引发争议 就是昨天她到指挥中心视察 但是在门口呢就被拍到 就是车停好之后 官员排队站好之后 苏贞昌才下车 苏院长下车站在第一格的是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直接鞠躬90度 旁边还有一整排张上纯周志浩都在 这是30号一早苏院长视察指挥中心 但 发现了吗 这段影片上面用红字写了注解 说有没有人在比官大 这是网友po在抖音上的影片 但为何会这样说呢 或许跟这段有关 影片来倒转 苏院长车停好后 指挥中心的官员才跑向前 结果大家都站好后 过了10秒钟苏院长才下车 那如果算一开始车停好 再到苏院长下车 在车上时间总共是35秒 部会首长他的下属排排站好 来等他进去 要目的是要摆这个架子的话 那其实就大可不必 到底是维安考量还是网友所感受的官微 专业人士分析 若场景是周遭有状况 待在车内绝对是最安全的 但前一天场景和明显是大家在等一个人 车子静止半分钟确实更容易成为目标 让要下手的人更有时间准备 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个目的地 正好讲电话讲到一半 所以我们会赶快把那个电话把它结束 确实政治人物藏在下车前 有的会整理移用或是在电话中 那苏院长在车上做什么呢 只是相较这群官员排队迎接苏院长 指挥官陈时中呢 原来是在后面阶梯这里 好像又有点玄机 TVB的新闻刘一钧台北报道 因为太鲁阁案出轨案下台的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最近两天除了po文说自己大学时代 被国民党政府监视长达十年 强调投入推动转型正义的必要 还启动了所谓全台性的巡回公益光合之旅 动作活跃 频频遭到解读说 可能是为了正国会派系在布局县市长选举 或者是为了隔窥宝座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卸任后回到台湾智库 坐在电脑前看促展会的资料 也述po文说遭国民党政府监视长达十年 转型正义是这个世代择无旁贷的任务 但林佳龙手上的任务不止这个 合体担任台中市长时的伙伴 前副市长林依营 林佳龙感叹理想无法继续启动光合之行 第一站就是台中将陆续到全台各地 关心偏乡等领域 巡回全台遭解读 难道是在为宣战暖身吗 林佳龙是少有大志 他现在负责任下台以后比较自由 就是下乡去看能不能去整合 是为党整合还是为了所属的正国会布局呢 因为也有风声认为林佳龙下一步可以再占地方首长 甚至剑指隔魁大卫 派系立委听到帮忙说出他的心声 政治人物如果能够利用没有官职的时候 到处走一走 结合更多的民间力量来关心偏乡 关心弱势 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 现在林佳龙部长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跟选举无关 跟所有的官位也都无关 有从事非政府组织的公益的活动 不论他个人或对党来讲 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 那我就比较不会从党内 这种所谓派系的竞争 甚至个人的这种企图 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口同声说跟选战无关 绿委们很低调 党内茶壶风暴 外人看不透 倒是在野党注意到 林佳龙动作频频 但时间点 身为党内要缴 林佳龙即便退下政务官职务 也似乎还是蠢蠢欲动 TVB新闻话哨品 李亭亭台北采访报道 这次要来关注的就是 F16V在屏东基地 执行汉光战备到起降预演时 刹车不及冲出跑道 鸡鼻栽进土里 幸好两名中校飞官没有受伤 而一开始空军在记者会上表示 演训一切正常 不过最后还是决定 明天9月1号的全兵力预演 会先取消 F16V降落屏东基地滑行道 着地瞬间看起来一切正常 不过大约18秒后 已接近跑道尾端 战机速度似乎仍太快 飞行员紧急抛出黄色减速散 但为时意外 31号上午6点32分 这架有挂弹的F16V 进行模拟战备到起降任务 不明原因战机未及时杀停 机尾倾斜 机鼻吃土 飞机轻微损伤 幸好飞行员没有大碍 随后空军也马上派出机场消防车 虽然战机没起火 保险起见还是洒水降温 吊车也马上出动把战机往后拖 前后座都是中校飞行员 原则上 汉光演习相关的这个规划 目前都还是在正常进行 据了解机上两名飞官 前座中校张胜祥 飞行时数1700多小时 后座的陈君豪中校 也飞了2000多小时 可说是经验充足 但接下来的战备到操演 飞行员会换人操作 这架吃土的操演机 也将换成预备机顶替 黑盒子的资料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目前看起来飞行员 都是按照这个相关的 技术命令的操作 在操作飞机 其实这回战机降落 并非平常跑道 而是隔壁的滑行道 长度比一般跑道短了200公尺 就是要模拟汉光演习时 降落加东战备道较短的距离 如果下大雨的话 我们全台各基地 都有规划战备道 战备道的演练 仍然会持续进行 不到一个月前 座舱照不正常抛飞 现在又冲出跑道 汉光演习前 国军最新战地F-16V 接连出意外 空军势必得谨慎 查清楚 DP的新闻 这次F-16V冲出跑道前 飞官分析 很有可能是因为 飞官场地不熟悉 气动力刹车时间过久 滑行道距离不够长 导致后续踩刹车 不急后才抛伞 才会刹不住冲出去 坐舱照缓缓打开 两名飞官拉开面罩 左看看右看看 这下包了 飞机陷在土里 只能等地勤赶到现场 帮忙排除 地勤人员 七手八脚围在战机旁 最后出动吊车 成功让吃土战机脱困 只是重新检视 降落瞬间 一开始看起来 正常执行气动力刹车 但为何最后 刹不住 两名飞官是花莲五联队来演练的 前飞官分析 或许是场地不熟悉 气动力刹车时间过长 判断失误 导致后续踩刹车不急 也让原本要接着降落的 幻象2000 紧急爬升 毕竟雨势不大 空军也非首饰雨天出奇 也有一说是因为这个 专家判断当下飞官就是认为没问题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其他方式减速 到底是人为因素 还是刹车真的出问题 只有黑盒子能证明 第一时间你们会参与台北藏报道 行政院用会通过公教人员的加薪案 预计会加3% 不过原本定调加5% 改成了3% 也被质疑 是要平息基层民众的落差感吗 虽然行政院强调公教人员加薪 有助带动民间企业薪资成长 不过很多民众都认为 不一定能够跟着公教一起加薪 公教人员要加薪了 而且还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的 原本仍是行政总处召开薪资委员会时 认为疫情影响再加上今年有纾困 因此决议不加薪 现在政策大转弯 苏贞昌这个决定也被国民党立委酸 国民党质疑苏贞昌就是要抢救第一名民调 不过政院和民进党立委都强调 公教加薪有这个目的 希望可以借着军公教的加薪 适时去带动所有经济面的成长 公教人员加薪后 民间企业真的也能加薪吗 民众很问号 军公教他们有调薪的话 民间是不是也 中小企业也会跟着这么这样的调涨 这很难说 公教人员调薪 民间企业就会跟着调吗 应该会 也因为公教人员加薪 让基层民众有落差感 以五万的公务人员来说 加百分之五 一个月增加两千五 加百分之三的话 一个月多一千五 基层的适度调新 高阶层的就 我想大可不必 疫情之下百业萧条 公教人员加薪 还没带动整体经济 政治效应先发酵 TVB新闻 陈旭由采薇台北报导 要声提供给您一则最新的消息 团团在30号晚间发生虐童致死案 一名三岁女童疑似 遭到母亲跟同居人 用手跟棍棒殴打致死 经过检察官询问之后 认为母亲以及同居人 都设犯杀人等罪嫌 最亲将判刑五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若有涉及逃亡 灭阵以及串阵之余 将对两人申请积压禁件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网购寄到家很方便 但是自己送上门的包裹 就要小心了 新北有一间彩券行老板 收到货物的当下想说是家里其他人买的 所以付了800块钱还签了名 结果打开一看是来路不明的口罩 而且家里根本没有人订购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诈骗包裹 大陆急货商乱枪打鸟乱计 只要付了钱恐怕就要不回来了 叮咚 门铃声响 司机送来包裹 裁券行老板看到上面是自己的名字 没想太多 付完钱签了名 才惊觉受骗了 我没买啊 那怎么就这样寄来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可是你签收了对不对 对啊 我以为是我老婆买的 不是你买的也不是他买的 无主包裹自己送上门 打开一看满满的韩国口罩 其实不大对劲 外面是韩国字 但是里面是中国字的 来路不明的口罩根本不敢用 还亏了800块 把状况回报给客服 还被呛下说怎么不检讨自己 叫他买东西要慎选一下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诈骗包裹手法 台湾政府规定啊 我也是要设一个专线嘛 要在那边听嘛 有时候我们就把它 设在那边一整天给它想啊 我也不接啦 反正你钱都付了 接下来只要使出椭延战术 就是让你退不了钱 久而久之 当事人就觉得算了 买个经验 大陆寄货商把成本几十块钱的盲包 标价贩售几百上千块 运到台湾后 给了寄货名单 开始乱枪打鸟乱计 只要有人上当 白花花的钞票 就透过地下汇兑入账 但明明没下定 包裹从何而来 根据了解 急货商列给报关行的清单 内容很多都是捏造的 或是从刀卖集团手中取得个资 内容物不符 就算被海关查到 顶多就是一张六千块的罚单 根本不痛不痒 也让诈骗包裹 跟非洲猪瘟猪肉一样 流窜全台 而且毕竟不是违禁品 海关不拦 到警局报案了 天天总被认为是交易纠纷 违规不违法 大专法律漏洞 TVBS新闻 谢谢大家 下一论 张一柯 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